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19年 国际排联世界女排俱乐部锦标赛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B组的第二轮比赛 这是天津渤海银行 在今天的比赛里头 他们对阵乌贝兰迪亚海滩 这是来自巴西的一个俱乐部 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 李莹莹发球 上来发球就造成对方遗传失误 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前国手李莹 和大家一起来观看这场比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跳钩 后来没选择成为田径运动员 没去参加田径世纪赛 参加排球世纪赛 连续追分 现在21比19 有时候教练在场上换人 他是理论上二船的要求 就这种参网球 这是你的任务 你必须要救起来 当然我说的是高水平 所以这个小球的技术 掌握也很关键 林莹的进攻还是尽量的要把线路分化清晰 现在两个复工尾慢慢的打不死了 对 哇 这球传得好 好球 行程三人蓝网还老破坏 这个不太好打 三人蓝网如果破坏性蓝网多的话 还不如不去三人蓝网 靠后边来防还有机会 球 后排防起来 再次打中 林莹这一点打开了之后 这个进攻 我们在进攻段就更有利一些 这球移传不好 看个林莹枪攻 这边打顺 打顺也很清楚 坐网点拉得也很高 所以这个第一项第一局 这不是实力问题 也不是你的基本能力问题 有时候是个心理问题 还是拍完 朱婷这也是进攻球 他有优势一大 对 还为进攻 其实对于公主来讲 都是打这个进攻球好打一些 看网球对于哪个公主来讲 他都撑一下 比赛好球 今天姚迪的护攻的运用 还是非常主动的 前面的两局比赛 推进队连胜两局2比0 现在是第三局 强行打背飞 这几分遗产顶得还不错 一跳五天一位 这一体防起来 就是上的不错 这边后奸 大家这个时候运营技术一定要果断 气候球 三十点一个后锅 二十一比二十 天天地有反超 这对王毅竹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 对才十九岁 十九岁不照的这样一小铁 发电还是要想想办法 发电好了还是有机会的 决赏局天天阶队先发球 好球 球先救回来 好球 非常果断 非常果断 好球 手冲得非常不错 自己保护 好像一样拍劲 他的落点还是非常好 这个周庭在现场呢 他就是右手的手腕 因为有些老伤 过去也是有点问题 就是缠了厚厚的公带之后 好球 这套来 快心 谢谢你 过来 出场还不错 再来 好的 把球保证好了之后呢 利用老强打一些战术 人家还能打 斯塔老先生要是拳下有之 不知道怎么想 可是我当年的改革全白改了 这个一共还是拿下来8比8 您的进攻也是冲出来了 打了一层过断 没有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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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功 漂亮 有莫国 变得非常好 大阪王芒口店 某一个遗传没接好 看强功 加强保护 好球 12比10 因为天津队第一场 对诺瓦拉就是2比0领先 然后2比3失利 今天肯定也是非常希望 肯定是不想 还是发进来了 赢赢 大推荐 表冲中 14平 一川垫起来 还是有一点攻的 获得赛点 发好球 第一球还没接好 马内内斯 再来强攻 好的 孟子权把球防起来 保护 林明 会不会保护 保护得不错 还是4号位 掉一个斜线 把球打中了 16比14 这一局这场比赛第五局也是跌宕起伏 其实双方都发挥出了很高的水平 都证明这个参加这项赛事的八值球队谁都不是 感谢您的接受